这两天 一个独自舞蹈的老人 和一首名叫墨河舞厅的歌曲 登上了热搜 其背后的故事也感动了无数人 这个老人的原型名叫张德权 在1987年举国震惊的 五六墨河特大火灾中 他的爱妻康氏不幸丧生火害 往后三十余年 他带着对王妻的思念 始终故身一人 老人的妻子在身前很爱跳舞 两人也经常在属于 他们的秘密仓房共舞 妻子走后 老人在旧仓库附近 开设了一家陈旧的舞厅 以纪念两人昔日种种 夜幕降临时 舞厅响起熟悉的旋律 老人站在舞池中央 在旁人诧异的眼光中摇摆身体 他闭上眼睛 记忆回到八十年代的舞厅 他看到了早已消失的爱人 并同他跳完了整首舞蹈 刘少在偶然间了解到了老人的故事 在正德本人同意后 他反经创造了《墨河舞厅》一曲 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 写下了《再见了晚心》一文 以此献给所有因为不幸而失去的生命